欢迎收看本节时刻 现在北戒已经提出 要严压审计金还有易晓薇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柯文哲也会继续严压四个月 可是这个时刻我们就看到 民众拿很多人就跳出来 说你根本没有证据 你根本就压人取贡 你现在有查到金流吗 如果你没有查到金流 你用涂利 那跟这个比例原则完全不符合 但我们今天要问的是说 现在这个金流减掉 当然没有给这个社会一个交代 但问题是 现在看到留到柯文哲上面的钱 已经是印来1K 而这个钱并不是小钱 我们现在的节目单位 简单的出估 光是这种造假的 光是人家拿钱 没有记载在这个 选举公报里面的 就已经多少 就已经4.7亿 也就是4.7亿的钱 放在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钱到底留在哪里 因为这个断点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不是讲说 你要配合办案吗 不是讲说你清清白白吗 不是讲说你没有拿任何 不该拿着钱吗 不是没有一毛钱 倒到自己的私人口袋吗 现在这4.7亿里面 如果你不敢交代 那这个钱到底跑到哪去了 这个钱是不是不能讲 因为真的的大水库 只有柯文哲知道 而这个大水库出来之后 整个民众党都有灭党的危机 好 我们今天请到 请来 明日大标是 财经专家黄硕 宋敬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 电报当大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自证调 杳维珍 好 第四位是 自证调 王维德 大家好 第五位是 自证调 李宇峰 大家好 然后第六位是 民进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峰 大家好 今天北京你确定 要严加审计金跟易小威 那我们看看 很多的小草 很多民众党说 没有金流啊 你根本没有查到金流 没有查到金流 你根本就是压人取购 你说 你整个案子 你非常的清楚 你看过一遍以后 你说 不是没有金流 你光现在可以看到的金流 流到柯文哲口袋 这个就实打实已经流到口袋 至少4.7亿 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金流 是柯文哲的嘴巴很紧 柯文哲不愿意交代 柯文哲不愿意配合 甚至有民众党在外面鼓噪 大家不知道 金流去哪了 保险 民众党都一直说 没有金流啊 没有证据啊 你怎么样 这个压人取购 柯文哲这样子 弄得他们什么 骨肉分离 家破人亡 保险跟你讲 不是没有金流 是真的有金流 有金流 只是没有最后的钱的去向在什么地方 不是 因为我只知道到了柯文哲的口袋里面 可是我不知道他藏在这个口袋 这个口袋 还是里面的口袋 什么叫做金流 物质不灭定力 我给刘宝洁钱之后 这就是金流 只是最后的钱在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而已 好 所以这个金流 有没有人 现在有非常多人出来证明说 我的确有给他钱 对 USB里面至少就有4100万 然后呢 这个蓝颖的这个所谓 跟青岚的这个建商就给他一役 另外包括说他还有政治捐款 这都是实打实的啊 然后这钱到 只是钱到最后到哪里去 不知道 不是没有金流 金流都在我们的眼前 只是金流到最后的时候呢 到哪里去了 柯文哲现在咬死 我不讲 他现在反正我就不讲 这个最后的钱在哪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讲了什么都没有了 对 他这一辈子忙到这个最后一团 就是要把这个钱留下 藏起来 所以他钱还不见了 他当然不会讲 那他妹妹都进来了 对 所以为什么 因为他拼这一团 他这个钱绝对不能够讲出来嘛 那现在钱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跟橘子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也为什么现在橘子呢 已经可能会被列为被告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 而且你看橘子的形成 宝贼我跟大家讲 可以断言几个 第一个 他涉案非常深 第二个 柯文哲在朝中 应该有人的一个状况 朝中有人 所以为什么这样 实际上现在 这个更多媒体的报道是 橘子五月都到日本去了 不是什么 他七八月才临时起义 说到去日本游血 不是 好那为什么五月呢 我就跟他讲 事实上如果你要办这个游血 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可能三月 现在不是媒体说 三月他就开始知道了吗 可能你有问题 要叫他跑 虽然五月去日本的时候 保健 怪的是什么 他八月27号又回到台湾 八月27号回来 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八月29号再离境 你知道中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吗 应小为被搜索 对 结果他居然那时候回来 当然给跑掉 离境再跑掉 所以你说 我们的北柬居然让你进来了 对 又让你离开 对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可能柯文哲 要嘛就是朝中有人 要嘛就是他知道 你整个办案的过程里面来说 我有一些空洞 让他跑出去 好那为什么这样子 举止有非常多危险呢 第一个 他五月到日本去要做什么 他可能第一个阶段 先把我已经整理好的钱 拿到海外去了 拿到海外去了 为什么第二阶段要再回来 因为现在案情开始往上拉高了 我要回来把最后的证据带走 可能他的冷钱包 或是很多致命的关键的证据 我就把它带走 带到海外去 没有在柯文哲 或是在台湾可以收到所有的东西 那我的好朋友张启凯 今天被问到橘子说 你们现在橘子已经有一百个版本了 你们把一百个版本 不要再胡说八道 我们不需要一百个版本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橘子不是一个单纯善良可爱的人吗 橘子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孩吗 如果你接到证明清白的话 不要一百个版本 民众党你今天游走 就叫橘子回来 如果今天民众党没有办法叫橘子回来 橘子很明显的是畏罪潜逃到日本 今天你民众党怎么有脸 你怎么有那个脸讲这种话 对没错 橘子如果真的没有罪的话 他是杜聪明之后 我相信全台湾人没有敢 没有人敢任何一压他的罪名 在他的身上 他回来的话 的确他给光明正大地回来 我是杜聪明的后人 我回来 为什么不行 我光明正大面对这一切 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 你回来 绝对大家不会怎么跟谁 谁敢动你啊 而且你是个年轻 大家都知道说是柯文哲坏 不是你嘛 如果你根本完全没罪话 那你干嘛不能回来 就就就像我们昨天讲 柯富洋你要回来啊 金顺你要回来啊 你一直在那边刷家破人 你明明就好好的 你人人人人人人就回来吧 所以他跟你讲 民众党讲这些话 你只要这两个关键人物 徐子瑜让他回来 这个柯文哲的儿子让他回来 说明一切去看他爷爷 这些都可以解决嘛 但是不敢 为什么不敢 因为显然他们真的心虚嘛 好的 刚刚讲的 现在民众党不在讲 金流了金流了 你根本没有查金流 你根本压人举动 你根本就是政治办案 你等于说做一种司法的破坏 还说整个柯家 被你搞到了家破人亡 刚刚市中就你讲了 不是没有金流 金流其实非常清楚 如果从整个捐款的这一端 从竞选总部这一端 非常清楚 是一笔一笔的钱 而且是婚心不计 大小不拘 你起清白 我还没 上亿我也要 你是十万二十万 柯文哲也都不给你放弃的 这样的捐低不弃 我们让整个算下来 简简单单 是我们刚刚可以算的 结果已经有 四点七亿 放到柯文哲的口袋里了 我们一笔一笔来算 大捲的正数现金 他拿了四亿元左右 那现在我们知道 他不是浮报了一大堆吗 什么员工的薪水也浮报 然后包括说像 你要十的这些都乱报 然后还有 一四四流到木可的一大堆 我们帮他估算 他还有很多浮报 包括说民调公司也浮报 包括广播公司也浮报 双簧也浮报 这个我们都可以查出来 保险我们假设他花了四亿 他花了三亿 但是我跟他讲 他搞不好只有花一亿 所以他搞不好 这中间就可以赚了大概 三亿左右的数字了 好那做三亿之后 保险那还有什么 包括建商给他的资金 那包括说像USB的账本 里面有四千多万 还有吴子佳 董事长爆料 有三千万的资金进去 还有包括说 众望基金会一大堆 这些算一算 我跟他讲 夯不当当算起来 四亿五亿跑不掉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到哪里去 这么多钱就是有头有脸 他们都出来证实 我直接有给他钱啊 我就是直接交代嘛 你的这些USB上面 每个都承认说 我真的给钱了 真的给钱 这个是四亿四零 四千一百 四千一百四十万 这另外有一个 在蓝白盒的时候 有很多的建商 也给这个柯文哲钱 这个上益 这都是一来一去 不用讲 今天我们应该知道 惠真踢爆的 这种忘记机会 两千多万 就这样的凭空消失了 而且我问这个吴子佳 董事长说 他告你了没 你不是说有三千万 他告你了没 也没有告 所以显见 这些都是真的 至少这些金流 是人家真的拿钱出去 只是柯文哲收起来 放到哪里去 不知道 只是最后藏钱点 不知道 有金流 但是不代表没有金流 是有金流的 有流动的迹象 所以是有金流 没有最后的钱的去向 所以我来说 现在重点就是 金流已经有了 所以你真的要定罪的时候 有金流就够了 只是没有找到 最后的钱的去向 而且你想说 现在这个金流 柯文哲绝对不会交代 因为刚才讲 你要放一个大金库 有多不难 我绝对不可能 我乱设两三个 所以你只要去承认 这个金库 好我就算是干净的 就算是别人捐钱的 就算你没有犯法了 那你告诉我金流在哪里 你存在哪个金库 存在哪个USB 存在哪个加密货币 你只要招出来以后 你就冰购了 对 所以他就不会招 好那我们就讲 像这几天呢 爆料越来越多 他怎么收钱 我觉得真的 让我觉得说柯文哲真的是 我觉得他没有格调 为什么没有格调 我这样说他 你看他这天不是爆料吗 他常常跟这个邱佩玲 就是现在基隆市副市长 跟他说 哎呀这个我很穷啊 但是常常又到这个 他家去 但这个传言说 在他家 然后找非常多的 这个大佬 在那一个地方 然后就跟他要钱 这样有状况 保险现在不是要了非常多钱吗 你看很多人都出来吗 有证实吗 一大堆的名字 几千五百万 五百万 五百万 三百万 五百万 一大堆人就这样 然后又说了 所以他等于是靠 透过这个邱佩玲的方式呢 在当这个中间人 你看 而且被子几说什么 在他创党前几天的时候 因为没钱 所以他也到这个邱佩玲 他家去 邱佩玲他家之后 然后常常跟他要钱 那要钱的时候 保险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 是非常有意思 第一个你看 他要钱里面来说 有这几个 书一众 那他USB里面 书一众 朱文定 还包括说 这个黄冠南 这几个人 保险这几个人 你知道 钱最后 因为这几个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USB呢 原本这几个人是 要给钱 要给赖湘宁的 是 柯文哲跟这个邱佩玲 说赖湘宁要选举 他现在没钱了 不然你帮我找几个人要来 就这几个人 原本是要捐钱给赖湘宁的 结果保险 在最后我们去查 赖湘宁的捐款里面 没有这几个人的名字 没有大金 我们在查名字 没有合态 都没有 没有朱文定 对 就最后是落在 柯文整的手上 这种钱你也赚 我们昨天讲 你今天员工里面 你这么增加了十万 增加了一万 增加多少钱 把这个福报的薪资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结果 现在传出来说 都有可能是 我用赖湘宁当人头 我用赖湘宁当名目 我去跟企业捐款 结果也是进他的口袋 就腾腾哭穷 然后就说 这个我帮一下我们赖湘宁 帮一下谁 然后这个最后捐的钱 都入我口袋 我觉得这些 如果是大额的 入你口袋 没话说 你这是要帮赖湘宁 这四十万 三十万 你也把他说 所以才说 你大小通知 你这个都实在是 很没有格调 你知道吗 还有另外一个 最没格调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夸张 黄重忍 黄重忍是这样 他说 他会跟他要钱 然后黄重忍说 不好意思 我挺赖心的 我不要给你钱 真的假的 那就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黄重忍怎么给吗 黄重忍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不要给你钱 我给你另外一个标案 两百万的标案 那请你的募可去接 抱歉 这个标案 你可以赚多少钱 其实赚没多少钱 这种钱你也要 他也要 所以我形容是什么 这个有点黄重忍就是这样 就钱给你拿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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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它捡起来 这个二十万 有就 没用 我觉得那个格调 我觉得 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 真的很没有格调 三四十万你也要 然后这个标案 人家就不想给你钱 给你个标案 打发你 你也要 所以他说 这个你会觉得说 如果你看到目前为止 你还觉得 他的个人的清白 是台湾人的未来的时候 那我真的不知道 要该说什么 刚刚事同你讲了 因为你听讲 没有金流 刚刚讲的 你这四亿七千万 跑到你柯文哲口袋 你柯文哲到底放在哪里 你不知道给社会交代吗 民众党不是一个 清新的政党吗 你不是柯文哲的清白 是台湾的未来吗 那你就把这个钱交代出来 我们想知道 这个钱放在哪里 让我们批判一下 还有 这么大的钱 你说不是一个人 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可以搞出来的 那一定是个集体犯罪 你说你觉得 北俭现在办非常有趣 北俭现在要严压 可能不是值班客问责 你说整个民众党 可能全部要赔进来了 从昨天刚刚讲 那些心思的问题 是不断地累积进来 你说现在 民众党 你现在参与 这些选举的 包括总盖司 副总盖司 包括陈志涵跟你老公 都小心了 是 尤其是陈志涵 为什么尤其是陈志涵 我告诉你 从以前到现在 所有一些账不对的问题 都是陈志涵 这个一正言辞 一脸正经的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到一个极点 还记不记得 可是我胡说八道有罪吗 当然有罪啊 我胡说八道要被关吗 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你其他你都可以推说 那个木壳事情我不知道 纵旺事情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领十万 你总该知道吧 你的户头里面 1月26号 你被报了两次的薪资 一个是奖金 一个是三十万 一个是十万 你十万 到底有没有入账 你总该知道吧 他到现在不敢讲 他那时候在八月的时候 四叉猫说 你的五个月 领了一百多万 一百二十几万 他在那边说 我没有领那么多 但是他从头到尾 没有说他领多少 那我们其实也不知道 第一个你有没有领 如果你有领这十万 别人没有领这十万 那等于说 你等于是 那个钱是塞你的嘴巴 如果你没有领 那你不就是配合洗钱吗 而且市中刚刚特别想到 你今天的整个竞选金额 号称是说 你卷了四亿进来 卷了四亿进来 你花了半天 花了两亿多 花了三亿多好 那你这么三亿多的钱 你是要很多是虚报的 虚报的包括你买广告的钱 包括这个所谓的 做广播的钱 包括什么 包括做影片的钱 这些钱到底谁经手的 这些经手的人 难道你不知道 有被扶爆吗 这些经手的钱 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东西有加账吗 这些钱 到底是你A在自己的口袋 还是配合柯文哲A钱 不管是你放在自己的口袋 或者是 你配合柯文哲洗钱 都是背信 都是诈欺 都是共同正犯 都是协助犯罪 你说陈志涵 我跟你讲 他在八月的时候 已经很确定知道 就是说十万 你也没有领 这件事情 你总可以说清楚 他一直到十月底 现在是什么状况 是有七十一个人 里面有二十几个 跑出来跟林冠年 跟四叉猫说 我们都没有领到 没领到钱 我们一月二十六号的 两笔账里面有一笔 我们都没领到 而且据说 他们是先跟党里面反应 党里面跟谁反应 一定是陈志涵嘛 你都现在 其他被抓的被抓 被关的被关 现在只剩下你 黄珊珊跟你了 你有没有跟你反应 你出来说 你下面的人 有没有跟你反应 好 现在情况来了 你八月的时候 你应该就知道 你十万块也没有领 你不敢讲 你到现在还不敢讲 不敢讲的情况之下 代表着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知其 对 你就是配合着 你们的老板 配合了诈骗集团的主谋 把整个党工的资料 拿去 去 所以你才不敢讲 不然我就问 如果今天我们发生什么 关签有诈骗的事前 如果我发现 我明明通告费只有你一份 你给我报两份 我就给你算 知道算到底 当然了 而且我给你算 过去四年了 全部都算到底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经手办一个案子 我今天经手办一个案子 就我明明付出 我明明给人家一百万 你给我报了三百万 或者说我明明跟人家谈的是一百万 结果你最后发票 要我开五百万 那我一定会吓死啊 我一定会跑啊 那我要问说 那这种开发票的 今天经手照目的 居然跟人家谈的 难道都是柯文哲吗 除了柯文哲 一定还有很多人啊 那这些人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那如果你都知道 那你们不是一个集体洗钱吗 蛇鼠一窝呀 而且他们完全配合演戏 配合诈骗 配合背信 配合土力 到今天 到现在 他还在对全国的观众 开始说话 我告诉你 光是陈志涵一个人 说了多少话 他包括还记不记得 木可那时候 你就说你账不对啊 这么一大堆的 结果陈志涵说什么 他在那边印证言词 发表一个演说 他说对啦 经过我们查之后 我们发现 我们那个契约签了 结果呢 双方认知有错误 我们会给他一千五百万 但是我们现在认定 其实我们应该只要 会给他一千三百万 一百三十几万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木可 退回给我们一千三百六十万 退了吗 当然没有啊 没退 我问你啦 怎么可能 所以他每天 议政也只讲谎话 而且在这一场记者会里面 后来是谁说真话 竟然是柯文哲说真话 柯文哲说 对啦 木可的那个李文中 跟我们靖总的李文中 其实是同一主人 所以换句话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告诉我们 靖总的李文中 跟木可的李文中 签了一个不平衡的协约 靖总的李文中 会给木可的李文中 一千五百万 结果隔了 都已经报几个月之后 你现在你们整个靖总才说 哦 对了 我们多会了 所以现在是 木可的 靖总的李文中 要求木可的李文中 退我一千三百六十万吗 不是 我觉得更荒谬是 所有的问题都是端木正 我们这么相信端木正的结果 他乱做到 乱做到把我们搞到 今天这个地步 结果今天我也说 这个员工为什么虚报 我有打电话给端木正 可是他没有回我的话 废话 你把人家搞成这个样子 你还想打电话给人家 华杰哥你被骗了 你已经被他骗了 我又被骗了 你被他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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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被他骗 我还被他羞辱 是 因为他义正言之给你回车 到底是我跟胡董两个被约谈 还是你先被约谈 是 绝对是他被约谈 为什么 因为他竟然告诉我们这种鬼话 有人那个契约 没有看清楚 就先会出去一千五百万吗 怎么可能 如果今天 这种话我们也敢说 而且说这个 他有什么不敢做的 我跟你讲 他真的说的超多话 他这个说了对不对 结果仲旺基金会被我踢爆 你两千七百万到最后 怎么你只剩下几十万 十万的发票 你两千六百多万去哪里了 他说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静总跟周末旺基金会 是不同的单位 你只剩下几十万好吗 就像我现在跟吴子佳每天做旁边一样 不是 更主要夸张的是 员工是同一批人 员工是同一批人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其实从头到尾都是这样 同一批人在四五个不同的单位 不断的都爆出人事费 所以这些人 一个人只领一份薪水 然后戴雨文说我只领一份薪水 对 但是他出现在四五个不同单位的人事支出说 那我就问陈志涵 你有没有配合你的老板 把这些福报的薪资 弄到变成自己的口袋里面 不然你讲71人被福报了340万 他说什么 对了 有人福报 但是我们有少报 也有误报 那我请问你 你是不是就是被少报的 你可会不会其实你是领了五六十万 结果你只有报了40万 谁少报 谁误报 谁误报 那你要不要出来讲清楚 那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这个账的问题领多少薪水 就给多少钱 就报多少账 平时老实去报有什么问题 你搞到现在 我都很想跟你讲一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好 雨雪 这我们刚才讲的 民众长现在在讲 查不到金融 查不到金融 可是这四种简单报我们税 不是没有金融吗 有这么多钱 从四面八方捐低不息 一笔一笔的流到你柯文的口袋 而且在这个流到的过程里面 有很多共犯的 这些共犯的 刚刚讲的 敬种这些人 你作账的人 敬种这些签约的人 敬种这些拿发票的人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你看了这么多狗屁道道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当时没有任何心理怀疑 难道这个真的是 把整个竞选总部 变成一个大型的洗钱中心 所以第一个 钱 你可问责 你要交代 没有交代 你凭什么在那边说三道事 第二个就是 整个党 整个党 都是犯人 当然 没有一个是清白的 我们说你才讲什么 磕磕园区 才讲什么 扣扣园区 你要理解一个概念 不管今天整个诈骗集团 整个园区里面 有主谋 有共犯 有水防 有厕所 有些人 或许被胁迫了 但你要理解概念 他们都想干嘛 通通都在捞钱 通通都有钱 都要捞钱 总不可能做白工 所以各位 你仔细看 当今天讲到柯文哲 再补一句 我从民国78年 就跑当时的立法委员选举 我总统大选开始 1996 我就开始跑了 从那个什么的 这个所有的立委选举 我也跑了 县市长的第一次大选 我也跑了 我没有干过这种事 把他跟我跟你讲 就一句话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Nobody is innocent 为什么会这样讲 你仔细想想 柯文哲今天呢 第一个 他说没有金流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一亿的建商捐款 跑去哪里 他到处去跟人家要钱 刑起脱波 有的用刑起的 有的用芯片的 那些轻轻轻轻 20万30万 100万50万 欸 保鲁哥 全部加起来嘛 有几千万嘛 那这几千万 什么几千万 几亿啦 要几亿 一来一去 走到哪里去 不跟你交代嘛 那我就讲 你柯文哲清白 对不对 那很简单啊 你USB 你说冷钱包 那我就问啊 清白没有关系啊 你柯文哲喜欢用虚拟货币 你做fashion的啊 你做时髦的啊 要来叠叠叠 让我们看一看 怎么办啊 不行嘛 就都不讲 都不看 儿子也不回来 然后孝庆儿子也不回来 看一下阿公 然后橘子也不回来 好奇怪 但你不要以为只有这样哦 你不要忘了 整个总统大学 洗钱过程中说 我们是不是一直聊到 说陈志涵 欸 你30万 总金能有拿到 你这10万的薪水 能有拿到 请问一下陈志涵 你就讲出来就好啦 大大方方的 像我们佩琪姐一样 赛数后头说 咬啊 这几笔我到了哪大了 请你们不要在啊 陈志涵在那边写科幻小说 讲出来我们就 啪啪 对 假嘴变辣嘴嘛 我也等着你 跟我们 假嘴变辣嘴 都不敢讲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理由很简单 这个环节哦 如果说他连政治现金 或者是说他发放薪水里面 都是虚报的话 各位 事情大条 第一个 请问一下李文中 有没有处理 有啊 他是财务长啊 第二个 请问一下黄珊珊 那时候是什么 总干事 总干事要不要合发薪 都要合发 所以你黄珊珊你也有份嘛 在第三个 下面的什么和爱婷 这种小咖的 端木症的助理 到最后面审核的端木症 请问一下这些人 哪些人是清白的 没有一个清白的 还有一个人 绝对也不是清白的 不是 我觉得他们可怕的是 他们自己不清白 那我可以骂人 对哦 而且还有一个人也是不清白 你知道谁吗 徐甫 徐甫 徐甫你知道为什么吗 徐甫不是最干净的吗 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 不是最单纯的吗 他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他什么身份 他陈志涵老公 他就只有这个身份 我只认为他只有这个身份重要 还有一个他可以帮基金会开门 欢迎说你徐甫也是副秘书长嘛 你也全部扛扛勾在里面 而且周渔修你不要忘了 你通通都要盖章 来我数给各位听了 光是薪资发放 薪水发放 助理费发放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了 有些人是什么 按月发放一个月一万块 一万块一万块一万块 哪有人薪水领一万块的 少来给我这些 第二个 这个中间1月26号这个福报的 但宝杰哥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你知道什么吗 政治现金 今天你政治现金是不是捧着钱 收进来 说哎呀没有啦 我这个给赖湘琳的啦 哎呀没有啦 我这个给谁啦 给那个我们讲蔡壁如的 给谁啦 这些筋筋筋筋全部送进来 请问一下这些人难道都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啊 他们当然也知道嘛 所以不管你是福报薪水 不管你今天是政治现金 包括我们讲的赖湘琳 民进党八个立委 我不管你民选的 或者是不分区的 你们全部去募款的 可不可以用他的名义的 保律哥你知道有个大问题哦 代表这些人都是共犯 你知道他们的共犯办什么吗 背信 代表说他们都是我自愿担刚人头户 把我的人头提出来 给柯文哲做洗钱 给柯文哲做人头使用啊 否则你怎么解释说 文讲啦你不要骗人了啦 整个竞选总部 柯文哲有时间去管这些狗屁道道的事情吗 没有嘛 柯文哲觉得到处目到处目 然后丢给 哎李文总帮我处理一下帮我洗一下 那你想想看哦 陈志涵在里面担任什么重要角色 他三巨头 他跟黄珊珊是三巨头 三巨头 对嘛 他难道不知道柯文哲在里面干这些狗屁道道的事情吗 我都不管钱啊 我都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不管钱 你募款你总知道吧 对我讲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变成汉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许甫不知道吗 好歹挂一个副秘书长 所以保陵你听懂我的概念吗 从助理费到政治现金 这整个党所有人都得要经手一轮 你不要跟我开什么玩笑 说什么爱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 有人在喝水有人在干嘛 大家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嘛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讲减掉 你今天如果只半个头 没有把所有民众党 这些涉及到背信 涉及到洗钱的人 通通抓起来 我讲民众党每一个人都有罪 每一个人都有涉及里面 这整个共犯解剖 这整个柯科园区里面 没有人是清白的 你如果没有办到底 没有把所有人办下来 你就是办家的 好 无论 今天要讲的 黄珊昌讲那句话说 柯文哲的清白就是台湾的未来 你整个炸锅了 你没有看过这么无耻下流的言语 这种话你居然也讲得出来 刚刚不用讲了 不是没有金流 这个钱雪花花的白银 从各种方向流在柯文哲的口袋 只是你不知道它藏在哪里而已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数字 已经跑出来了 节目单位现在公开的资讯 做的统计总共截至今天为止 对 有4.7亿去向不明 现金哦 现金嘛 对不对 很清楚了嘛 4.7亿去向不明 那柯文哲从来不做交代 民众党不用做交代 居然 居然我们的立法委员黄国昌 昨天公然的在呼吁说 柯文哲的清白 是台湾人的 台湾的未来 他什么逻辑你知道吗 什么逻辑 他认为柯文哲是被构陷 是被诬赖 是被赖清德用政治追杀 政治打压 所以说柯文哲自己讲的 他被陷害 对 所以要跟赖清德 不共在天 不共在天之仇 那这个仇 我昨天很光荣地把它接过来 请你找我 你陷害你的人就是吴子佳 但是我现在还在陷害一个人是谁 黄国昌 黄国昌是不是搞了一个 吹哨子协会 对 那个吹哨子协会要干什么 干嘛用 他要揭发权贵犯罪 对不对 因为那个 他的当时 他们的那个同伙的 吹哨子协会的合作人 叫做 张静元 张静元 张静元就是因为受了 永丰银行和 这个何董市长的欺负 所以一路之下要成立一个 专门爆料权贵的一个机构 这个是一个利益 非常的高尚 结果这个吹哨子协会里面 你现在目前黄国昌 我现在告诉你 你的柯文哲已经有4.7亿去向不明 对 他一字不提 他帮他背书 对 他用他毕生所有的 他的目前好不容易用重新夺回来的一些 小小的这个 小小的声望 然后来用 居然把台湾人的未来 跟柯文哲的清白挂钩 对 所以这个简直是荒谬之急的一件事情 那到底 所以这证明什么事情 吹哨子协会也是假的 然后黄国昌也是玩假的 张静元也是玩假的 我现在告诉你另外一件事情 据我了解 如果柯文哲当副总统 蓝白和成功的话 他们要拿到法务部长 法务 NCC 那谁当法务部长 谁当法 黄国昌 黄国昌 对不对 黄国昌当法务部长 柯文哲的犯罪 一切都免罪了 没事 那谁当金管会的主委你知道吗 谁 张静元 是假的 刚刚就是张静元 我现在告诉你 所以他们都分官分好了 是啊 分官分好了 我现在之前两个人就好 其他人不要谈 张静元要管金管会 黄国昌他要来管这个法务部 那请问你 柯文哲现在犯了 犯在天大的法 会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所以这叫什么 天佑台湾 天佑台湾 让这几个小人不能得逞 这天大的祸害 你知道吗 以柯文哲为首的一批 类似比黑社会集团的心肝 还有更黑的一些杂碎 对 然后干了这些欺骗 然后诈骗 然后用各种 这台湾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的欺骗的手法 对 居然用选举的这个募款 当是以前 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真的 当然是 只有这些台大的教授 柯文哲会发明嘛 也只有台大的教授 黄国昌会敢帮他背书嘛 所以黄国昌 柯文哲 包括所有这些人 整批人 他们就是一个诈骗集团 甚至于已经延似 这个犯罪的程度 不是心肝之黑啊 匪夷所思 这个已经可以 可能不是诈骗 对 这个是明火之杖吧 真的 盗匪 就盗匪集团 然后柯文哲最喜欢 什么事情 他在看他爸爸的时候 他爸爸在ICU的病床上 他利用这个看床 看病的时间 有记者会关心他讲什么话 他这时候放话出来 放什么话 放说要民进党陷害他 然后他要有不共在天之仇 给他爸爸看病他都要利用